12号晚间台东赴冈渔港传出有人墜落意外 一名正姓钓客与朋友相约到堤防上钓鱼 却不慎踩空整个人掉进6米深的寒洞 同行友人急忙向警消求助 消防获报后立即赶抵现场 利用钓壁将受伤的正姓男子救出 而正姓男子虽然有骨折以及撕裂伤 但是意识清楚送医治疗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警消人员正利用钓壁 将失足衰落寒洞内的正姓钓客给钓刮上癌 并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这起失足意外发生在12日晚间9点多左右 坠落寒洞的正姓男子 原本与朋友相约在富岡的堤防上钓鱼 但疑似因为现场光线不足 失线昏暗 正姓男子一失足 近跌落深达6米的寒洞内 同行的友人急忙向消防局求助 消防人员赶抵现场后 立即出动机具 将正姓男子吊挂上癌 所幸男子仅有外伤但一失亲属 被送往台中马街医院进行治疗 我们接获119情务中心派遣 有一名人员掉落富岡渔港的寒洞 那寒洞升约大概6公尺 那我们接获派遣之后 我们出动了我们特收的水箱车跟汽材车 到达现场之后 我们利用我们特收汽材车的吊臂 还有吊栏 然后再派遣两名我们的特收员 穿梠救助装备 然后带着长辈粉及颈圈 下去帮商贩座固定之后 再用吊栏帮他吊挂上来 交给我们的救护队处置 根据我们第一线接触的人员出奇回报 他的状况就是意识清楚 那头部有很明显的撕裂伤 然后他的臀部那边也会疼痛 那没有明显的其他外伤 台东特收分队长成国将也呼吁民众 该地区以往也曾发生 因为光线不足而失足坠落的意外事故 因此如无必要 因避免在夜间前往该地区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